欢迎收看焦点 我是银志英 新航和仗义机场向来是我国的骄傲 当然受冠病疫情拖累 过去两年多他们的业绩受到了重挫 不过现在总算盼到了好消息 今年4月开始 我国向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全面开放边境 仗义机场接待的乘客数量也迅速增加 6月份达到293万乘客人次 回到了2019年6月疫情前的一半 焦点专访航空公司了解他们怎么应付航空需求的激增 今年年终以来 原本因冠病疫情苦苦挣扎的航空业终于看到曙光 世界最大航空公司之一阿联酋航空告诉焦点 新加坡边境全面开放后 公司恢复每天航班服务 6月底开始增加到每天三趟航班 市场好转 航空公司也纷纷积极部署 连驾航空月节泰国航空 今年4月从泰国曼谷首航到新加坡后 素卫就供不应求 公司因此在6月底开始 从每个星期的三趟航班增加到7趟 为了应付入境旅客增加 施里达机场和张仪机场第二大客大厦 在关闭两年后重新开放 第四大客大厦也将在下个月恢复运作 张仪机场的数据显示 除了机场乘客人数回升 6月份的航班起降数量也回弹 共有18400架次 超过2019年6月份的一半 分析师指出 这显示全球航空业正在复苏 除了中国以外 目前从国际航空来讲 基本上所有的地区 与2019年来相比 已经接近了各自的 一个恢复的最高点 通常介于69%到85% 恢复的程度 新航集团也表现亮眼 7月份载客量突破200万人次 整体载客率达到87.4% 是疫情以来的新高 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航线 因为受限于防疫措施 还有待提升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表示 亚洲区域的恢复落后于欧美地区 全球多地近年来先后开放边境 旅客迫不及待争执出国 为了应付需求迅速上升 航空业者也赶紧加速招聘员工 我们今天要招聘员工 我们今天要招聘员工 我们有一个招聘员工 招聘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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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招聘员工 6,000招聘员工 在12月份下 包括 Singapura 航空业的服务 航空业的服务 招聘员工 已经失败了很多 职员工 在疫情中招聘员工 所以现在要招聘员工 要练习工 要保证 保证 保证 他们能够招聘员工 今年上半年 我国航空业新聘请了大约4,000人 目前航空业人力 恢复到大约2万9,000人 是疫情前的八成 航空业复苏也反映在 新航的最新业绩上 公司截至今年6月底 财政年的第一季 取得5亿5600万元盈利的新记录 转亏为盈 净利3亿7千万元 分析师告诉焦点 航空业前景乐观 但是也存在变数 全面的恢复可能会发生在 在2023年或者是在2024年 就 我们谈的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区了 但是呢 由于新的这个情况 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个 更广泛性的影响呢 这个场景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挑战 燃油价格高涨 成本增加 也是航空业面对的另一个挑战 不过受访的航空公司 还是看好目前的增长势头 所以在冬天开始 我们将来到新加坡再次到新加坡 所以我们有两天的航空 然后希望在第三次航空 可能会在Q4 但基本上 需要非常好 尊敬人 如果从冬天的过程中 也会在中国大量量 那么我们仍然看到 还会发生 很大的额固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 因为它们在中复的 购买 在所有市场 全国内的市场 我们仍然看到 购买的购买 购买 我们仍然看到 我们看到 更加跌倒 我相信 我认为它会继续做到 至少年末和2023年 看到那么多飞机起飞 机场人山人海的画面 你是不是有那种 想马上出国去玩的冲动呢 受访的航空公司说 如果想在今年底出国 就要趁早订机票了 不然市场需求强劲 旅游望街越靠近 机票预料就会越贵 不过变贵的何止是机票 全球物价上涨 钱似乎是越来越不够用 美国联邦储备局 持续加息对抗通胀 会不会拖累经济 稍后一起了解